这个四面佛现在又开始热闹起来了 对吧 今天我来到了Central World 看到后边这个大房了没有 叫水果Fruit Festival 它这个里边就有很多泰国当地的这种水果 走到这边的时候我口罩还没有沾 我已经闻到榴莲的味道了 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Fruit Festival 泰国本地的水果到底怎么样 你看我现在头上的汗 汗就没有停过 我估计我后边也是湿的 是不是湿的 OK Let's go 这个小胃好可爱 这边有烤榴莲啊我的天哪 你们谁吃过没有 然后这边全都是榴莲 不同的品种 你看价格是不一样的 有150的 19的 有250的 这边的是山竹 是吧 这个我在海南吃过一次 但是它这边的味道也不太一样 这应该是1公斤69泰铢吧 红毛丹还是叫什么 我到现在不知道中文 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里边的果肉好甜 这个是35 这应该是591公斤对吧 这边就有很多这种用水果做成的这种小零食 这个是辣香蕉片啊 买一点 尝一张 牛奶 牛油果 牛奶 85% 和红萝卜15% 这个感觉好像是在吃奶戏一样 然后这个是80泰铢 479泰铢的这个票 自给一下 运营卜15% 它这个也太火了吧 这边这个排的队的都是要去吃那个自助餐的 可惜我今天没买到自助餐的票 那这个里边每一个小时会轻一下场 这边是要排队进场的人 没关系 如果我不是这样亲的狗吗 哦 你已经买了 对吗 你已经买了 你已经买了 Durian 和 Avocada juice 哦 米的南 不得不得不得 这个是辣的 这边还有主持人现场表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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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几乎 不得了 他们在那里我摆了 隔壁 一百 不得了 然后 你还要 这个 那个 那 的 我感觉它这个好像就是榴莲肉 是冷冻榴莲 不是雪糕 像这种的话它应该是方便运输的 这三个一共是花了一千三百三十多泰铢 三种不同品种的榴莲 其中一个呢是这个 Canao Canao的这个呢它是两千五一公斤 这么一点呢是五百四 第二个是Cisket Cisket是他们泰国的一个地区 它这个一公斤是一千五泰铢 这么一点呢是四百一十七 这个品种它可能不是特别特别出名 所以说它比较便宜一些 还有这个是No Crab Gin 我查了一下这个No Crab Gin翻译成中文 它们叫泰国银榴莲 那这个呢它是一千九百九十九一公斤 这个是三百七十九 就像是我平常经常横行的咖啡一样 不同的品贝有什么样的味道 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的国家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它不同品种以及不同地区的榴莲 我还真没有对比过 所以说我就想尝试对比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最贵的干窑的榴莲 然后这个是Ciscate Pucano 这个看起来它更加的圆润饱满一点 然后这个是泰国的鹰榴莲 瘦肠瘦肠的这种感觉对吧 从外貌上边长得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先试一下这个干窑 这个的话感觉好浓郁 榴莲的这个味道感觉好浓 我再试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 它们的味道差别感觉好大 跟干窑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它的榴莲味很轻很轻 吃起来比较清爽的这种感觉 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也完全不一样 再试一下这个泰国的鹰榴莲 它的口感处于这两者之间 它既有一点榴莲的这种香味 可能你们说这是臭味啊 又有这种清爽的这种水果的甜 而且它的这个盒比较大 另外的这两个呢 它的盒是比较小的 这三个吃下来之后呢 我自己更喜欢这边的这个 泰国的鹰榴莲 中间的这个呢 它吃起来没有什么榴莲的香味 这个刚要的这个呢 它榴莲的香臭味更重 平行对比下来的话 感觉差别还是蛮大的 终于对榴莲有一个最基础的认知了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区域的榴莲 我可能还没有买到 我不知道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三种榴莲 有没有对比过味道 你们最喜欢哪种榴莲 可以留言弹幕告诉我们一下 好不好 亲爱的小伙伴们 榴莲吃多了 打嗝是榴莲的味道 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竟然没想到 上个厕所的味道竟然也 还没说出来了 我还是猜中间 看出来 对 你是一样